昨天平安夜 我會份份報紙都說香港平安夜不平安 香港其實是不是一定要這麼差呢 從前某間公司有一個傳統 每年的聖誕節都會舉辦晚會兼抽獎 抽獎的規矩就是每個員工要交十元美金做基金 全公司三千人換句話說就能募集到三萬美金 而被抽中過一位幸運兒就可以全數錢迫回家 晚會當夜揚入著熱鬧的氣氛 每個人都在紙仔上寫下的名字 扔進抽獎箱裡希望中獎 但有一個年輕男人落筆時反而猶疑了 因為他想到公司有個清潔的阿姨 有個體液多病的兒子不需要開刀 但他沒有錢給手術費令他非常煩惱 雖然他和清潔工從來沒有談過 也知道中獎的機會非常渺茫 只有三千分之一的機會 但男人也決定在紙仔上寫下清潔工的名字 緊張時終於來臨了 老闆在抽獎箱裡翻一翻 抽出名字的時候 男人就心足地祈禱 希望清潔工能夠獲得獎 老闆接著慎重地宣布得獎人的名稱的時候 真是… 真是… 奇跡發生了 中獎的就是那位清潔工 全場晚會到大勝歡呼 清潔工上台拿獎的時候 滿面眼淚感動地 有了這筆錢 他就有希望了 今晚飯開始了 男兒一方面想著這個聖誕奇蹟 另一方面偷偷地到他抽獎箱裡 順手摸其他字條寫些什麼 不經意地打開第一張 非常驚訝 又是清潔工的名字 再抽一張 再抽另一張 全部都是寫著清潔工的名字 然後他就仿然大悟 留下藍而淚 他明白到 原來世上真的有聖誕節的奇蹟 只不過奇蹟不會從天降下來 而是要從人們各自去創造 在聖誕節前 我公司每個同事們都拍了一封例子 有大有小 我唯有機會的話 就嘗試practice Random Act of Kindness 隨意的善舉 意思就是說 一 雖然你不懂那個人 二 你不期望任何回報 三 他亦不期望你對他做任何事的時候 就嘗試做些事幫一下他 甚至乎幫他付錢 買些東西給他 可能在一個魚檔 看到婆婆想買魚吃的時候 幫他付錢 也可能見到遊客來到香港 想買杯咖啡喝 就請他人杯咖啡 也可能是坐在茶餐廳的卡位的時候 見到對面的情侶 就請他吃個上餐 不需要任何原因 只是希望為人間 尤其是亂世中 送出少許的亂意 It's not about money 每日花不了多少錢 只是想從自己出發 為香港做些好事 記住啊 一 就是你不認識他 二 就是你不期望有任何回報 三 他亦不期望在那一刻地方 幫他任何的事 就是最好 Random Act of Timeless的時機 Believe me 最後得到最多最開心的日子 可能是你的時機 如果香港七百萬人都願意這樣做 任何奇蹟在香港都會發生 記住 奇蹟 是不會在天上就這樣跌下來的 是靠你跟我逐個逐個 親手去創造 不要那麼多 繼續游泳吧 寶寶 只要多視乎 心靈的敬礙 認識 遠足